韩国哪里来的自信 竟然说中国科技首次超过韩国 韩国的一份报告尽在了中国网友 这份报告来自韩国科技部 内容是说 韩国在上百项关键技术上 首次被中国反超 而且他们还贴心地给出了具体分数 如果按照美国为100分的话 日本得分是86.4分 中国为82.6分 而韩国则是81.5分 中韩两国科技水平差距仅有1% 看到这你是不是觉得笑了 笑那就对了 中美科技战打了这么久 公认的结果是 中美半斤八两 甚至中国的工业科技是远远领先美国的 在中国网友眼里 中国科技对比的从来不是日韩 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但在韩国的报告里却完全不一样 不仅中美差距堪称黑洞 而且中韩科技水平差不多 因此他们才用首次被中国超越来形容 甚至日本科技都远远领先中国 这种反差直接把很多网友看呆了 韩国这是哪来的自信啊 不仅文化要托中国的 就连硬科技也要强行喷刺中国 要知道 中国科技领域的实力不仅是实战打出来的 而且早就被美日盖章认证过了 美日早在两年前就发布了类似的报告 比如日本科学技术指标2022里 就明确指出 日本科技已经被中国超越 即使在科研领域 美国很多技术科研也已经被中国赶超了 就拿引用次数前1%的高质量论文来说 中国顶尖论文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 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第一 要知道 顶尖论文往往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科研和技术实力 中国能在这里超过美国 那么证明 我们的科研和技术已经和美国相差无极了 除了日本外 美国 澳大利亚以及欧洲都出过类似的报道 比如哈佛大学在2021年报告中也提到 中国在基础技术领域已经成为第一 或者即将成为第一 还有澳大利亚知库的一份报告里 直接点名 在44项最关键和最新型的技术中 比如国防 太空 机器人 能源等领域中 中国有37项处于第一 这些国家的报告不一定非常准确 有可能是捧杀 但即使是捧杀 也得有东西给他们捧才行 中国科技还真有这些东西 比如在核电领域 中国不仅率先实现第三代商业模块化小型堆 玲珑一号的应用 在六种公认的第四代核电技术中 中国有三种处于领先地位 另外三种全球都还没研发出来 也就是说 咱们的核电可以骄傲地说全球领先了 其次像航天领域 中国探月水平空间站的建设能力都处于全球领先 美国一直拖着国际空间站不报废 还有加快登月速度 就是担心中国航天站抢了他们的风头 如果说这些领域的说服力还不够 那再说一下美国传统科技强项 合成生物 它是21世纪初刚兴起的新学科 被称为第三次生物技术革命 应用的范围非常广 比如可以替代农业 最重要的氮肥 医药领域的糖尿病治疗药物 乃至石油 能源 以及其他制造业 都可以用合成生物来替代 可以说 它未来很有可能颠覆现有的生产制造模式 因此价值非常大 全球知名公司麦肯锡做出个预测 2025年 合成生物相关经济的价值 将会达到1000亿美元 以前这个领域 是欧美日占据主导地位 但是这些年 中国对合成生物的研究 已经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 排在世界第一位 类似的科技还有5G 量子信息科学 AI 绿色能源等前沿科技上 中国也是排在世界第一 强如美国都只能跟在我们的身后 因此韩国的科技报告 被很多网友嘲讽 或许 这就是油管五常能美丽 科技从来没赢过 但是吵架从来没输过 当然说这些 也不是想证明我们所有科技领域 都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还有很多科技被卡脖子 需要脚踏实地的 一步一步突破 到那时 谁也无法再看低我们的实力了